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人说 人类是外星人产物的这种荒谬说法呢 今天我才知道 其实这是源于一个已知可考的最古老的文明 苏美尔文明 它甚至比华夏文明还要早近2000年 在苏美尔文明的考古中 发现了一块石板 这块石板上竟然雕刻了太阳系的行星分布 甚至还有他们使用龙力数字的记录 据记载 早在6000多年前 苏美尔人就已经懂得了高达15位数的数学运算 而在3000多年后的希腊人 他们还觉得1万以后的数字 并已经是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了 由此可见 苏美尔人当时是如何的聪明 因此有传言称 苏美尔人其实是外星人通过基因改造 创造出来的产物 外星人的传说我们暂且不论 但苏美尔文明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下面这个故事 就讲述了一群人 寻找苏美尔遗址的全部过程和收获 为了了解这个最早文明的更多秘密 考古学者陈博士在荒漠中 被一群共用兵写词了 在陈博士的带领下 他们找到了苏美尔人留下的黄金层遗址 看规模 这应该只是城头 大部分城堡建筑 应该还是黄沙下面 这时 黄沙下冒出了一只大钳子 数名雇佣兵瞬间逼命 原来这是一只沙漠巨蟹 而此时 在沙漠上方飘乃了山顶降落沙 这正是组织派来营救陈博士的三朵特工姐妹花 大乔小乔和姚妹 虽然落地后就是一顿兔兔 大蟹被干得张嘴打叫 姚妹抓住机会 拿出一颗高暴手雷 大乔紧接一跤 不大鞋子炸得溪碎的同时 也引发了流沙地下 再整眼时 三人已经掉落了黄金层内部 他们在附近找到了陈博士 在陈博士的指引下 四人进入了城堡内地 只见对面处理着一座巨大的红色石像 这是人类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 陈博士发现 这居然是一个新的文明 在这间城堡内 竟然同时存在着三个不同时期的文明 苏梅尔文明 古巴比伦 维京时代 难道说 他们发现了操控时空的秘密 这是他们发现了 大祭司石像暗藏的旋迹 爸爸曾经说过 一元复始 万物归位 那些壁画上神像的首饰 会不会是代表某种数字 九 六 二 那倒是洛书数列 最后中央的石墨缓缓升起 石墨内出现了一个发光的浴块 这时 雇佣兵大胡子也跟了进来 他上来就要去夺了一块鱼 你不要弄他 陈博士想要阻拦 却直接挨了一刀 就这大胡子取下浴块的瞬间 城堡突然开始弹坛 三姐妹剑装立即出手 大乔福博士先撤 小乔和姚妹难受过勇兵 可惜在抢回浴块后 出去的路已经崩塌了 小乔和姚妹同时掉了下去 大乔文神立即回头抓住了小乔的手 但可怜的姚妹就坠入了神院 陈博士临死前给了大乔一本册子 并告诉他们姚妹还有救 然后城堡还有其他出炉 回去后 大乔拿着浴块和册子 找到了一位穿海绵宝宝内裤的教授 教授告诉他 这块浴应该是有一对的 一白一黑 而且要找到另外一块浴 就得去鬼市了 去鬼市前有一段精彩的打戏 特意给大家保留了 大乔墨浴时 一个戴面具的女人杀了进来 大乔连浴袍都来不及过 就跟他打了起来 但在打斗间 大乔却露出了一丝调戏的神情 你肯定想象不到 这是一列突然鬼市的火车 大乔和小乔刚上火车时 一切正常 他们还偶运了湖八一和王胖子 从湖八一口中得知 鬼市里有一个鬼婆 能推算过去未来 而且推算的特别准 花音刚落 车厢内突然刮起阴风 灯光忽明忽暗 大乔一回头 看见一个戴斗笠的红衣女子 带着诡异的步伐向她走来 两人倒吸一口凉气 缓缓回过头来 刚刚的湖八一和王胖子 还有满车的乘客 竟都成了纸扎人 镜头一转 只见那个红衣女子 带着一群鬼娃 踩着两口棺材 走在一个荒凉的村落 而棺材里躺着的 正是大乔小乔二人 原来刚刚的红衣女人 是来接他们来鬼市的 难怪这么多年 都没人知道来鬼市的路 只见鬼市里都是一些 奇形怪状的商人 还卖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不不去 不去 两人一路找到了鬼婆的屋里 这位鬼婆和以往的鬼婆不一样 她手里居然还牵着 三个用红绳为衣的女子 当大乔向鬼婆 打听姚妹的下落时 其中一女子起身 往大乔额头轻轻一点 他们也进入了幻境 在这里 她看到了儿时的姚妹和父亲 可当她对着姚妹进入一个房间时 发现房间里盖满了白色的布 她掀开了面前的一块 出现里面镜子和奇怪的是 镜子里面有姚妹 镜子外却没有 进行后 出现在眼前的 竟然真的是数月前 坠入深渊的姚妹 原来她是被雇佣兵的天道主持救了 并且她已经加入了天道 也要们还在因大乔当时没有救自己 而怀恨在心 并且天道的首领告诉她 创建天道的人 其实是他们的父亲 可惜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人世 为了找寻真相 大小小带着教授 来到了陈博士手机中记载的书挖道 可正在他们探究地宫入口时 遭遇到那强气流 直升机直接被尸成了两半 坠落后 大桥的降落上挂在了深山中的一个山沟内 她下来查看后发现 附近出了飞机长海 还有一大滩鲜血 她对此心中生起一股不祥的语言 这时效 简直压迫感十足 大桥被吓得转身就跑 可没跑几步便被巨蟒撞到 就从她闭眼准备受死的时候 立刻机枪出现打退的巨蟒 原来是大桥的妹妹瑶瑶也来了 此时大桥也反应了过来 拿起枪跟瑶妹一起赶走的巨蟒 这次的生死与共 使他们之前的嫌隙也逐渐化解 在他们虚旧时 工优兵大胡子也带人跟他上来 他还抓了三妹小桥和博士 随后大桥和瑶妹也被控制 迫于隐危 大桥只能答应他们一起寻找古迹 两对人马合而为以 不久便在山林深处的一棵巨树下 而入口 在教授的指引下 大桥和瑶妹试了几次才将门打开 进入地宫后 他们果正在通道的墙壁上 看到了关于时空仪的记载 而发明这时空仪的 并不是苏美尔人 而是一个叫根达亚的民族 这个时代的文明 居然有96万年之久 随后众人来到了古遗季的神殿 在神殿的中间 赫尔人看见一个酷似时空仪的球体 悬浮空中 时空仪的两边还站着两个巨型石匠 栩栩如胜 这让他们惊叹古人的智慧是 两座石匠竟然活了过来 工业兵的机枪伤不了他们分毫 别看这两家伙体型巨大 他们的身手还真灵活 不但能刺能砍 还会投掷武器 眼睛受到射击 还知道用手来打 这比普通的人用可厉害太多了 那和猛虎干不过群狼 最后这两大家伙 一个被大胡子炸死 另一个被姐妹花配合 摸了脖子 最后雇佣兵就剩下大胡子一个了 三位小小为了证明他的刀比子弹块 逼人上去结果了大胡子 现在知道 是我的刀块 还是你的子弹块了吧 可谁让他自己也中了一枪 这次躲了半天的教授也出来了 原来他才是这伙雇佣兵的首领 他用枪逼姚妹 教授开启时空仪的愉快 时空仪会重构这个世界 每张制度 文理道德都将改变 实际上这姚妹也是胡 趁其不被一刀上去 将教授抹了脖子的同时 自己也领了合法 两队人马进山 现在就剩下大乔一个人了 他只能希望传说是真的 说时空仪能够带他穿越时空 救活两个妹妹 他缓缓走向师台 将愉快放入草眼后 时空仪果然启动了 只有他身边出现了一个时空之门 由于片刻后 他便走了进去 这边是最新上映的冒险动作电影 角色狂发之龙技神功 大乔小乔和姚妹 是一支代号为彼岸花的特工小队 为了营救失联的考古人员 前往千年古墓冒险 九十一身后 最终在古遗迹找到了传说中的时空仪 为了救两妹妹 她毅然踏入了那未知的黑洞之中 妖妖 我来了 走 走